大家好,我是阿昌 今天要安裝的就是天花式的浴室寶 首先都是開箱 報告機的主體 免罩 掛機的馬 以及遙控 記住,這件東西永遠都收納在佛寶膠 如果一發夢,便會用手扔掉 一根機還有一個比利博 四吋頭罩 一罩螺絲說明書 而要自備的材料 就是瓶爆 絲毛戒指、絲缸 還有一條四吋的油煙喉 想像這樣卡蓋上去 這裡有一個洞 讓你收口它要跟過來的子宮螺絲 然後你看到這部機器有三個 特別突出的位置 就是專門讓你收口 跟過來的三隻馬 這三隻馬 大家記得小心保觀 因為即使你找回原廠 它也是配不回給你的 真的沒了那時候 就要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改裝 因為我也試過有客人 自己手行刷完部機 然後把盒子扔掉 然後沒有這幾隻馬 那就要做多很多功夫 然後就決定裝機的方向了 由於這條 這邊是窗口 所以這部機器 這樣裝得最好 現在這個前頭的位置 就對上浴室 站出來的位置 因為浴室補 多數就是預備你 換衣服的時候 有些暖氣吹著你 所以 所以 它跟機器 有一張 用來抹孔的紙 我待會就這樣 放上天花道 對著 然後我會找 瓶水營 跟著天花邊 射一條線出來 因為那條線 就對著這條線 放上天花道 可能離開這邊 一尺度 然後這樣點回 三個孔出來 那三個孔 就是我要轉絲光的位置 就好像現在這樣 接著它 這裡一個孔 這裡第二個 這裡第三個 還有 如果你是那些 2000年前後 入火的那些 樓 就盡量不要安裝 天花浴室裏 因為 以清水灣半島為例 我自己就親手轉爆 樓上那條水喉 因為那一陣子 建的樓 他喜歡 下石屎 那時候 就下了一條銅喉 但是銅喉的位置 就有少少飄忽不定 而且太近樓上那一層 即是那次我轉了大概一寸 就已經轉到樓上的水喉 接著已經浸了大半間屋 所以基本上 即是我們那些所謂的蛋糕樓 即是一個平台 先起樓樓那些 如果一揭開天花 是見不到它行明的水喉 就還是不要亂轉天花 太容易 接著 就預先在鑽嘴上 包好一塊戒指 跟進口平霸的長度 我這次用的是二分絲竿 以及二分平霸 所以就用這支 M8的鑽嘴 待會轉了上去 就是這樣的狀態 我就裁了一條七寸的絲竿 因為它這個機身這裡 大概七寸 我的天花是裁了九寸 所以我就裁了一條七寸的絲竿 然後這個就是絲帽 絲帽 絲帽 還有這些 這些二分戒指 是太小的 夾不到十個馬 所以我要下面 加一隻三分戒指 才夾得住它 如果就是穿好這樣的形狀 然後轉好口 撞飽之後 拎這裡上去 然後這個位 就這樣放在馬上 輕輕卡住了才慢慢再調校 當然我這些戒指加戒指的方法 就絕對不是那些正宗的東西 所以就 不要亂學了 好了,萬事俱備又開波了 剛剛好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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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的一帶 然後呢 這下的氣勢就縮了鋅坑了 所以呢 那下的氣勢就要轉抬一點點 等下吧 再強勁之前 把氣勢切乾 還有移動位通常是斜移動的,像一個交叉一樣 因為鋼筋通常都是一個十字的 如果你這樣移動或移動,可能都是會中鋼筋的 所以我為什麼用二分絲桿呢? 就是二分絲桿必要時可以硬屈一點 如果你用三分絲桿呢,就沒得屈的了 因為裝這些機器很輕的 其實一顆都能吊起這部機器了 然後我們可以用一些,有時候可以一看一些石屎的質地 這些石屎的質地鬆的,就只能用手放進去 但是有時候差一點,你可以用一支短絲桿,鋪著打進去 這個就是這樣 放進去 放進去,如果師傅教授,就要用一支撞針,就用大錘打它 但現在普遍冷人當道,都是用一支幼少少的鑽筋 譬如這個是M8洞 我現在又用一支M4的鑽筋 這樣對幾下呢? 因為它的尾部其實是一個梯形的 你只要打一個深入去,它會撞到尾部爆開了 它就卡住了 然後就拌個絲桿上去 然後就拌那個絲框上去 拌到最後 然後再找這個屍膜收到天花那邊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一來就遮醜了 因為通常你鑽完的洞都是大了 然後你這樣收這個屍膜 如果你口撞爆 你是沒有撞開到尾,它不夠實的 你領這個屍膜的時候 它就會一直在那裡扯開口 平爆出來的 你要知道自己這個一口平爆是沒有收緊的 但如果這個屍膜是收緊的 那一口平爆就夠力了 然後就可以掛機了 先掛前面的一口 然後再掛旁邊 然後最後最近自己的一口 就現在先放屍膜上去 因為你三口都穿好 你又卡住了 現在這樣才放屍膜上去 先收屍膜上去 然後這樣掛機 等它不掉下街的時候 然後再慢慢看回天花高度 把屍膜上去 把屍膜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 還做夢了 剛才放屍膜上去 剛才放屍膜上去 才發覺 我忘了把屍膜上去 所以又要拿出來 把屍膜上去 把屍膜上去 然後你可以用錫紙 或者冷氣佬用的 類似牛皮膠紙 刺濕之後 然後這個 正常一定會開個洞 把屍膜上去 我選擇的方法 就是在屍膜上去 然後就出個風嘴 真的開這個抽氣的時候 因為這裡會裝好 這裡會裝好抽氣線 這樣 這裡抽氣的時候 再經過抽氣線 抽走它 因為浴室寶的抽氣功能 基本上都很少用 它只不過是做好 以防萬一的意思 多數都是靠抽氣線的 抽氣功能 另外也提到懶知識 我記得很久之前 曾經看過一個 上網的帖子 因為有一間 賣這些風嘴 很有名的店 叫做威達 在泰智附近 有個網友問人買風嘴 賣完之後 問人怎樣裝 他一問完這句 人家就收起不買給他 至於為什麼呢 因為風嘴永遠都是 這樣自己硬 自己硬收落才收下去 對了 你問人家怎樣裝 人家都知道你是不會裝的 所以賣給你也很浪費 因為 通常收這些風嘴的位置 都是有點窄口慘手的 你一定要自己硬來 再用一些技術及經驗去搞定它 然後跟著說明書 這樣拆開蓋子 看到四個螺絲洞 左手邊有個位置 讓你臨時勾著它 然後放正它 收螺絲 讓你把它合雙 先來 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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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鞋子放在锅里, 把鞋子放在锅里, 把鞋子放在锅里放在锅里, 把鞋子放在锅里, 把鞋子放在锅里放在锅里, 然后可以把它放在锅里, 然后把它放在锅里, 就抽走了 但基本上浴室我只會用熱的功能 那些電風一吹著這個位置就剛剛好